大家好,我是水手做美食的大刘 今天我为大家分享的是一道非常好吃的家常菜 炒洋葱 方法简单,还美味,下面我们开始制作 洋葱一个,从中间切开,然后切成滚刀块 抓散后备用 青椒也切成滚刀块 泡发好的木耳,改一下刀 五花肉适量,切成薄片 然后打两个鸡蛋,搅成鸡蛋液 热锅放油,油烧六分热 先用勺子舀出一半的油 再倒入鸡蛋液 浇上热油,这样鸡蛋炒出来更蓬松 将鸡蛋炒碎后,捞起备用 热锅冷油,倒入五花肉 中火炒至微微变黄 炒出油后,倒入姜酸辣椒,炒香 再倒入洋葱,青椒,以及木耳 大火翻炒 炒大概15秒左右 加生抽 蚝油 继续翻炒均匀 然后加食盐调味,白糖提鲜 倒入鸡蛋,大火翻炒入味 注意要最后放盐 炒的时间不能太长 这样才能保留洋葱的脆感 按照这个方法炒出来的洋葱 鲜香美味,很好的下饭菜